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寻望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这堂课由温成智讲师讲课 请大家鼓掌欢迎 各位同心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这头长这么多 这,这次 今天不是,各位 先给您问一下问题 你今天是由高雄来的 请牙手 台南 台中 新德州 土六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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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 有台中吗?台中来 新德 台北 你新北市来 新北市是对一个地方 各位 刚才说到新北市的问题 大家想看看 这个五都 在改变 五都在改变这个 行政结构的时候 大家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高雄 高雄县高雄市 合并起来变成大高雄市 台南县 台南市 合并为大台南市 台中县 台中市 合并 大台中市 那 新北市 原来叫什么名字 台北县 跟台北市有没有合起来 问题在哪里 这个问题 我们再结合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 现在 台面上所有的 运动团体 参加国际的运动会的时候 尤其是参加奥运 还有刚刚在台北市结束的 四大运 大家想想看 为什么一直使用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是什么名字 中国台北 还是中华台北 好 大家眼睛闭起来 我问大家 很简单的几个问题 只要举手就好 不要讲话 我们上课不要讲话 举手就好 表达你的意见 有举手没有举手 然后不知道也举手 有三个选项 每个都要举手 我等一下 跟各位 讲课的时候 演讲的时候才能知道说 各位在场的 同心学员 你的了解程度到哪里 那讲诗就 讲诗就 讲解的部分 可以 再深入一点 好 眼睛闭好 闭起来 不要看别人 为什么 台湾人有个很 不好的习惯 举手对白 来往前坐 往前坐 举手对白什么意思 自己明明 没有要拿香拜拜 就看旁边的人 大家都拿香了 我觉得 不好意思 所以 我会跟着 拿着相拜 人家讲一 我也来举一 两二也举二 为什么 因为举不一样的 会被人家 笑 会被人家歧视 甚至什么 还担心说 会不会被人家欺负 所以来问 以下开始问问题 有问题 下课再讲 眼睛闭起来 现在上课时间 眼睛闭起来 手机先关好 好吗 你现在手机先 关起来 然后呢 问简单几个问题 好了吗 好的 眼睛闭起来 不要看别人 眼睛闭起来 好了吗 眼睛请闭起来 讲师要跟各位 问几个简单的问题 不要偷看 我都看到你 人有没有老实 我说 眼睛请闭起来 你如果眼睛来看着我 讲师会对你 印象很不好 为什么 你没劳心 好不好 眼睛闭起来 很简单 动作 为什么 我们现在 要跟各位问的问题 跟等一下 课程开始 要讲的内容 引导 有很大的关系 来 我问各位 Chinese Taipei 翻座 中国台北的请举手 中华台北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第二个问题 台湾有没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的请举手 没有的请举手 没有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第三个问题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对的请举手 对的请举手 不对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在场还是有人没举手 我再问一次 我们在台面上常常听到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台湾 眼睛通通闭起来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对的请举手 不对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请放下 接下来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 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 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鱼戚 在的举手 对的请举手 不对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好 OK 好 再来接下来的问题 台湾有参加世界大战 那么这个国家 是哪一个国家 开着飞机轰炸台湾的 是美国的请举手 日本的请举手 中华民国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好 再来 你要如何证明 你是台湾人 使用中华民国身份证的请举手 使用台胞证的请举手 使用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今天来上课 是自愿意愿合法 自己自愿来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别人逼你来的请举手 好 OK 好 眼睛大家睁开 好 今天课程开始了 什么题目 台湾法理 法理台湾 讲师一开始要跟各位 沟通一个正确的观念 为什么讲师一开始讲的是 普遍每一个人都听得懂的话 而不是使用台湾台语 很简单 目前台湾这片土地上 有各种语言的使用的民族 其实基本上来讲 应该大部分都是M174 也就是DNA脉络的同一个血脉的体系 因为这个M174是在六万年前 就是冰河时代结束之后 开始人类从非洲的东方开始迁徙 那迁徙往东移动 来到距今大概在三万九千六百年前 大概大致抓四万年前 开始在台湾这片土地上落根 也就是落地生根 开始来延续 血脉 然后继续往北方移动 来到冲绳日本 然后透过朝鲜半岛进入现在 当今中国的这个区块 这个M174的DNA脉络图呢 是经由国家地理频道透过七十万人的DNA样本 也就是用棉花棒沾口腔黏膜 去归类出来的一条脉络 那一个脉络的话 各位你可以在网路上一样的 可以看得到这样的图 等于待会有机会的话 讲师会秀给大家看 那M174这一条脉络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呢 因为由于外来殖民者的来来去去 那留下很多语系 由于使用什么 来自福州、潮州的话 也就是一般人家讲的台语、闽南话 这是一个 有的人讲说叫做何乐威 还有留下清帝国来的 讲客家话 也就是广东、广州方面的语言 那还有什么 原来住在山区的M174的子孙 也就是什么 使用我们现在所了解的 阿美族、阿密斯、泰雅族、卢凯族等等 这个高山族语 还有呢 在1949年 十月份之前 流亡来台的中国人使用的语言 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也就是 流亡中国人所透过中国殖民体系 来交给我们普遍 大家共同来使用的语言 叫做什么 普通话 那语言是什么 定义 沟通交流的工具 各位 沟通交流的工具 有没有说我使用这个语言 就代表我是哪个国家 有没有 没有啊 如果有的话 很简单 现在全世界普遍所使用的英文 那就好笑了 使用英文 那使用中国话 使用普通话 讲了 你就是爱中国 那很简单 讲英文 那每个人讲英文 都是英国人 对还错 错 使用英文是英国人吗 不一定啊 语言 是沟通交流的工具 不要把它定义成 尤其是现在政治台湾 我们会讲法理台湾 法理台湾就是以法理为基础 让台湾走入国际地位正常化的 叫做法理台湾 本名叫什么 台湾民政府 那我们所使用的语言 要普遍大家都能听得懂 为什么 因为在场有可能是来自原乡 也就是说 使用高沙的语言 他可能是阿美 泰亚 我们讲台语 他可能就听不懂了 有客家话 他家里就是使用 客家里就是客家 讲一些客家话 可是你讲台语他就听不懂 有障碍 那当然有从国外回来的 你讲一些 语言他可能就听不太懂 那你讲普通话听不懂 都听得懂 所以语言 各位 你要第一个 要给一个正确的概念 他是使用 用来沟通交流的用具 不要把它归类成本土外生语 这个就是哪一个国家 所以我拒绝不要使用 暂时使用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 看得懂是不是各位 你看桌上的讲义 所使用的是什么文字 中文 中文 对阿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它 可以阿 不要用怎么办 用其他语言看得懂吗 看不懂 为什么 我们受的教育就是看这个 除非你还有进修 日文 英文 那就OK 但是大部分的人 不一定像跟我们一样 所以呢 我们就使用这样的语言 那讲话普通话 好不好 当然也有讲师是讲台语的 那也没关系 为什么 每一堂的讲师 他透过各种的角度 切入法理的重点 各位 每一堂课你要好好听 都很重要 那课堂很精彩 不要忘记了 你只要听到重点 随时 要拿出什么 武器吗 拿出笔 各位你手上也没有带纸 写下来 所以很重要课堂的重点 大致是这样 那 我们 头先 各位 来上课的时候 我相信各位有 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期盼就是在 课堂之后 各位 你可以就 各方面问题 可以跟我一起来研究 那课堂上我们尽量 把时间 用在哪里 上课中 不要把它浪费掉 首先 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 是根据什么成立的 今天为什么会坐在这里 为什么 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是根据什么成立的 请你记下来 台湾民政府是根据战争法 由美国军事政府占领的 台湾这块土地的军事占领地 由这军事占领地上的人民所组成的 民政府 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这个是战争法里面的用词 这个在其他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因为战争阶段还没有完成 所以在战争法阶段 由占领地的人民所组成的 civil government 民政府 因为征服者在征服 占领地 他就是打胜仗了 打胜仗 那原本的政府 已经瓦解了 因为战争行为是怎么产生的 是两个政府 两个国家政府 因为 种种的因素 打仗 那一定有人打胜仗 有人是打败仗 投降 那投降 有没有光复 投降就失去了 有没有光复 那在台湾这边土地上 会出现很多问题 我们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 问题很多 来 眼睛闭起来 一样 问问题 眼睛闭起来 请你举手 我大概了解一下你了解的程度 台湾 打胜仗的请举手 打败仗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OK 好 眼睛睁开 各位 台湾是打败仗 喔 喔 為什麼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以及立场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以及立场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以及立场 我相信各位跟刚刚事宜讲的 就好像念的 就一什么二什么三四 那这个是台湾民政府官网 内容是一样的 只是前面的一些文字 他拿到最上面当标题 好来 一起念好吗 好来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一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二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经商和平条约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 一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占领 二 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好 各位 我们在一般外面 可以发现到各种民间团体 它所组成的组织一定有个宗旨 对不对 那宗旨的方面 那台湾民政府是不是民间团体 是还不是 不是 各位 我们看到名字 台湾Civil Government Government 是什么意思 建户 政府 政府 政府才能使用Government 民主进步党 可不可以使用Government 蔡英文执政啊 所以民进党要叫做民进党政府 对啊 錯 錯 中华民国现在还存在吗 存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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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是 没有了 那谁取代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的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上面写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很简单 因为他已经离开 原本他所属于的 土地 他原本在哪里 中华民国的政府 总统府在哪里 南京 南京政府还在吗 不在了 各位你可以到YouTube 网站你可以搜寻 南京政府 覆灭的影片 它里面已经时间点讲得清楚了 1949年4月23日 中华人民解放军 三十万大军南下 越过长江 在1949年4月23日 当天 南京政府灭亡 李中仁总统跑去哪里 成都 蒋介石呢 带着中国国民党的官员 逃去哪里 没有那么快 逃去哪里 逃去重庆 重庆也就是现在电视上 他很喜欢放的一部古装剧 叫什么 三国演绎 三国制 也就是传承的 汉的正统 叫谁 刘备 刘备 躲在哪里 重庆 所以他们很喜欢演三国演绎 三国制 但是传承下来 各位没有发现 这个教育体系教下来是什么 诈骗集团 小孩子有没有 讲老实话的习惯 常常讲 谎话 诈骗集团的 年轻小孩子 到肯尼亚 到新加坡 都从事什么 诈骗集团 各位 我问各位好了 你有接过诈骗集团 电话的请举手 有没有 有没有接过 有的请举手 我自己也有接过 啊 请放下 各位 诈骗集团跟你讲的 最后的什么关卡 你有没有掌握到重点 都有一个共同点 请你到ATM 把钱转到哪个户头 诈骗集团 很喜欢用的这个手法 所以各位要小心 你的钱 不要不小心被人家拿走了 因为你的输入 所以你要小心哦 所以你要小心哦 因为中华民国这个殖民体制 教育出来就是什么 骗骗骗 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 各位有没有上过一堂课 叫做无缝的故事 有没有 无缝穿红衣服 骑白马 然后在那个 嘉义的地方 进去 山地同胞 他就想山地同胞 跑进去 然后 他们看到有 骑白马的红衣人进来的时候 当然是什么 万箭齐八 把无缝给射死了 结果 把红衣服打开来 看到 是对他们很好的恩公 无缝 嚎啕大哭 有没有 无缝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 还有呢 蒋中正小时候 有没有 看着鱼往上逆流 立志做伟大的人 这事情 真的还假的 很奇怪 以前小时候在读书 我也要 立志做大事 我也来看鱼往上游 奇怪 怎么没有 所以那个什么 那个就是在造神 造神啦 想办法做个神 叫你摆 所以产生很多什么 你看到很多 电视上 是不是有那个什么 什么团体 然后大家什么 把他拱高高的 买什么高级跑车给他做 有没有 最近电视上 不是都在演这个 新闻出来 这个大家要小心 要理智的去判断 OK 好 回到本题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依据什么 来一起念 依据什么 国际法理 是不是依据 历史文化 他讲得很清楚 开中民已经告诉大家 依据 国际法理 台湾民政府的目标是什么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有没有讲独立 有没有讲建国 有没有讲自治 有没有 没有啊 国际地位正常化 想一下 为什么会使用正常化 现在有没有正常 有没有正常 就是没有正常 所以在讲正常化 各位拿的证件 你到国外 有没有发生很多情况 你拿的证件 有没有办法证明 你是台湾人 有没有办法 来我们看一下 简报 来 这两个证件 你有的请举手 这个 有的请举手 没举手 没举手你没有吗 来 这个 看清楚上面写什么 一起念 中华民国 什么 国民身份证 不要太兴奋 上面的字都忘了看 中华民国 我刚才在班 这是台湾身份证吗 看清楚 写什么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国民身份证 他上面有没有写中华民国政府 身份证 有没有 有没有 他写什么 国民身份证 有没有政府 没有啊 那他上面有没有写台湾 有没有写台湾 台湾身份证 有啊有没有 大家一起来检查 他有没有写台湾身份证 上面写什么 中华民国 国民身份证 他有没有写台湾身份证 他有没有写台湾身份证 那为什么我们在电视媒体都听到 台湾身份证 然后再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上面写什么 中华民国什么 护照 那为什么电视上都在讲台湾护照 台湾在哪里 哪里有台湾 他们又有没有写台湾身份证 他赶快写台湾身份证 啊我贴贴纸 最近我网路上还有一些疯子 神经病 讲说 欸 你们台湾民政府 为什么没有拿这个身份证上面 贴贴纸 写台湾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法理台湾不做这种事情 各位要记得 要合法 這個證件上面的內頁 已經寫Republic China 你外面貼貼紙 有沒有用 有沒有辦法改變你的 裡面內頁的 資料 包括在國際 飛行的時候 所讀取你的資料 你有沒有辦法去改 你出國出境的時候 裡面的資料 你有辦法用一張貼紙就改變了嗎 有沒有辦法 如果有辦法的話 你為什麼不貼美國 貼英國 為什麼要貼台灣國 有用嗎 沒有用啊 你貼貼紙如果有用的話 各位 你這張還需要領嗎 你就直接貼上去就好 那個上面國旗 你自己去做貼紙 貼上去 然後這個一樣貼 乾脆連照片也去貼好了 貼一個什麼 美少女戰士 貼無敵鐵金剛 然後名字寫什麼 我是超人 然後直接出國 可不可以 貼貼紙就可以改了 那為什麼要做一個證件 合法的問題 中華民國沒有合法 沒有合法 為什麼他出國會有問題 要進個聯合國買個馬克杯都有問題 還有呢 你領這個證件 有被做記號 你知道嗎 媽媽旁邊這一排數字啊 他們有刻這個 流水編號嗎 沒有 機關藏在倉庫裡面 這個數字前三碼 顯示你是流亡來的 中國人 自己人 自家人 還是在這一片土地 佔領地上的人民 什麼人民 日本台灣人 這個證件跟這一面旗子上不了台面 大家都可以知道 但是為什麼拿這一張 因為現在台灣當局的海關 他自己人的通行證只認這一張 但是這一張人家國際承不承認 你到東南亞你去走走看 看會不會有問題 為什麼裡面要夾美金 美超 要到印尼 只是去那邊工作 裡面還只要美金十塊錢 還要騙當地的海關說 我來觀光的 結果是在裡面逗留兩年工作 我們人為什麼要做黃花 這個證件就是有問題 這個證件的晶片 各位告訴你 這是國際民航組織的會員國 新加坡 借這個會員的代碼 讓台灣當局 去做這個晶片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它是不是國際民航組織聯合國的成員 是還不是 不是耶 坐在聯合國位置上 那個位置是誰 China C H I N A 只有五個英文字而已 有沒有寫Report of China 還是寫中文 中華民國 還是寫台灣 有沒有 都沒有 China那個位置上是在聯合國主要會員國是沒有錯 它是其中的主要會員國之一 但是 它坐在上面位置上那個人 就不一樣了 成立那時候是由 美國所指定的 蔣介石集團派的代表 將開設 在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的原文裡面 就會有 那 當然 明天明後天 講師有的講師 他會把2758號決議文 把它秀出來 各位你也可以到網站去查 2758號決議文的原文 它裡面有一段就是決議把蔣介石的代表驅逐 由誰坐上去 PRC People Republic China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去坐那個China那個位置 聽得懂嗎 聽得懂不懂 懂 好 這樣就懂了 這一面旗子上面的代表 它是一樣是寫China 但是China 都是中國啊 所以你有沒有辦法證明你的身份是台灣人 有沒有辦法 你只能證明你是誰 中國人 而且是什麼 流亡的中國人 這面旗子是流亡中國人的旗子 你有沒有辦法證明你是台灣 拿著 我們常常看到 在公開場合 拿著這一面旗子 像瘋子一樣到處跑 那一面代表台灣嗎 有沒有 有沒有代表台灣 不代表 台灣選手 住在台灣的人去參加這個組織的運動員 只能代表你是流亡中國人的 所請的運動員 你代表的是流亡中國的隊伍 你沒有辦法講你是台灣隊 自己講高興的 自己講高興的 但是國際上就認定 你是流亡中國人的隊伍 這個是在正確使用名稱還有身份 名分 講師一開始要告訴大家 是說 我們在講的時候 你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身份 名分 就像我本身我姓溫 有人姓陳 姓王 姓簡 你可不可以說姓簡的代表姓王的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對啊 各位你有沒有在銀行開戶 有 裡面有存款嗎 有 好 那如果有人使用你的證件 在沒有你授權的情況之下 去銀行領你的錢 這個行為叫什麼 盜領 它的名稱叫什麼 茂名頂替 合不合法 不合法 對啊 2758號決議我們已經決議了 劉王和中華民國的蔣介石 這個代表已經在2758號決議我們已經決議把它踢出去了 從那一年開始到至今 流亡的中國人 他可以用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嗎 可不可以 不行啊 還有重要一點 各位請你寫下兩句話 台灣 是美國軍事佔領地 不是國家 國家 請你寫下來 很重要 台灣是美國軍事佔領地 不是國家 請你寫好 第二句話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不是台灣 兩句話 直接就把流亡中國 跟台灣軍事佔領區 台灣的美國軍事佔領區 分得一清二楚 台灣就是台灣 流亡的中華民國就是流亡的中華民國 就好比我們在看別人 在印度半島上的西藏流亡政府跟印度政府 你會不會把它搞混 不會 為什麼 旁觀者輕 但是回過頭來看台灣這邊土地上 你卻看不清楚 為什麼 中毒太深了 所以明天早上第一堂 各位 你要保持好的精神狀態 睡好 吃好 明天早上第一堂課解毒 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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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你腦袋的毒 教你如何用法理去解毒很多事情 為什麼要開這堂課 各位 每個人的腦袋 裡面裝了很多有毒的思想 一天到晚講 我們祖先從唐山來的 中國是我們的祖先 剛剛講是一開始已經告訴大家 透過DNA已經歸納出來了 六萬年前從非洲東部 往東移動 因為那時候冰河剛開始 溶解的時候 海跟陸地並沒有那麼清楚 所以什麼 你可能 滑個小船 用走路的 就可以遷徙了 來到台灣這邊土地是距現在 四萬年或三萬九千六百年的時候 落地在這個地方 開始什麼 繁衍 六萬年然後到三萬九千六百年 然後呢 往北遷徙 有的他很喜歡台灣這片土地 就留下來了 那有的呢 我想要更往北一點 往沖繩 往日本 然後到朝鮮 然後到朝鮮 那有的什麼 反正我已經走到底了 我就算了 就在這裡 頂居在哪裡 現在中國的境內 所以源頭我們就很清楚了 三萬九千六百年 四萬年 留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 是不是日本的祖先 是不是朝鮮半島的祖先 是不是中國的祖先 有人還搖頭 我跟各位問一下 我們是阿公的後代 還是 孫子的後代 阿公的後代 對啊 我們在台灣定居了 兒子往日本去了 孫子住朝鮮 曾孫子跑到中國境內 請問一下 曾孫子會不會是我的祖先 是還不是 我講這樣簡單例子就好了 我在台灣住下來了 我的兒子往日本去了 我的孫子住在 韓國朝鮮半島那裡 我曾孫子住在現在中國境內 這樣的一個遷徙路線 講M174非常貼切 請問 我的曾孫子為什麼 跑過來跟我講 他是我的祖先 各位你有沒有聽懂 聽懂沒有 懂了嗎 這樣有沒有禮貌 有沒有禮貌 曾孫子跑到我面前 而且印了很多教科書 跟我講說 他是我的祖先 有沒有禮貌 我的孫子 韓國人 跑去中國境內 跟曾孫子講 他是他的祖先 合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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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兒子日本在日本 跑去韓國朝鮮 跑到中國 告訴他們 日本是韓國是中國的祖先 合不合理 這樣你就聽懂了 但是那個脈絡圖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好像都是用那種 科幻的方式去了解 其實不要 你一定要用邏輯 邏輯是什麼 有個根源 拓展出來到結果 種子 成長 開花 結果 你要整個脈絡出來 不要說 果子 是什麼 什麼的 不要把這個整個 前後 順序顛倒了 所以叫什麼 邏輯概念 明天 第一堂課 早上 你要好好聽 那個 很多的邏輯開了 然後接下來第四堂 到最後一堂 潛談台灣法理 每一堂課 各位用心聽 好不好 第一堂課 當然是不能講太深 為什麼 你剛進來 有很多不懂 所以 透過很簡單的方式 告訴你 好 我們再看其他的 課堂中 你如果要上洗手間 可以自己去 OK 好 我們看到這句話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憑什麼 這句話講出來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請問 日本天皇憑什麼 保有台灣所有權 憑什麼 我講更明白更簡單的例子來講 爺爺保有我家房子的所有權 這樣聽得懂了吧 我爺爺保有我家產的所有權 對 那他憑的是什麼 那他憑的是什麼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權狀 對 權狀 還是憑著人家講的 傳說 傳說我爺爺是我家所有權的 所有者 可不可以這樣講 不可以 為什麼 對 可不可以用宣言的 我爺爺宣言 國賓飯店是我家的 所以明天開始 我要去國賓飯店說 這一棟房子是我的 可不可以 宣言啊 站在門面前跟他講 這個就是什麼 還有什麼 我再問你 開羅宣言 主張把台灣 交給中國 還給中國 還給中國 對還錯 對還錯 錯 為什麼 所有權在誰那裡 日本天皇 憑藉什麼 講師還沒講對不對 所有權在哪裡 日本天皇 來我們看一下 剛剛有學員講了 馬關條約 對 但是這個名稱 正式的名稱 請你要記得 他的英文名稱叫做什麼 Simonoseki Treaty Treaty of Simonoseki Simonoseki在哪裡 各位你可以在日本的地圖 去找到本州島的土地上 有一個地方叫Simonoseki 名字叫什麼 馬關 還是叫下關 下關 各位 你懂日文的 日語的你就懂了 Simonoseki就是下關 國際條約上 國際的和平條約 名字前面這個名字怎麼來的 簽約的地點 就是當做這個和平條約的名字 所以下關條約 那馬關條約怎麼來的 這是清帝國流傳下來到蔣介石 殖民政權所留下來的 殖民教育的課本上 寫的是 馬關 那實際上 他這個地名叫什麼 下關 所以你要清楚 Simonoseki OK 好 這個和平條約前面 抬頭有兩個人 這兩個人是 代表什麼身分 國家的代表法人 也就是國家法人 前面寫什麼 來我們一起唸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好 停 他是誰 照字來唸不要自己編 他上面有沒有寫滿 有沒有寫滿清 有沒有 看好不要緊張喔 看清楚 來深呼吸 吐氣 看清楚 上面寫什麼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沒有 他沒有寫滿清 沒有 我們常常 抬頭起眼 開始 開始誤了 我相信字已經夠大 大清帝國大皇帝比較 什麼身分 皇帝 還是清朝 皇帝 人還是草 人 皇帝是人還是草 人 想一下 人 好 OK 皇帝 人 再來 跟誰欠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人 還是日本 他是寫日本嗎 後面人 是日本還是皇帝 是日本還是皇帝 是國家還是人 人 所以呢 清帝國的皇帝跟日本天皇籤 對還錯 對 請你寫下來 親帝國的皇帝 瓜胡寫 人 這個人是什麼 大家都聽過財團法人 這個法人就是在法律上賦予 他代表團體集團 甚至是國家的代表人物 大清帝國是什麼 帝國 的國家架構 他的國家代表就是皇帝 皇帝最大 他有沒有寫慈禧太后 垂帘聽證 所以慈禧太后做代表 沒有 慈禧太后再怎麼大 不會大過皇帝 所以他寫什麼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 這個名稱 是代表國家法人的全名 後面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也就是日本天皇 在國際上至今使用的全名 就是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寫清楚 至今還在 日本天皇沒有不見了 還在嗎 各位問一下 日本天皇還在不在 在 還是不在 沒看 沒看 沒尊勝 我沒看到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不存在 對還錯 對 很簡單 你孫子如果沒看到你 我 沒有阿公 因為我每天都沒看到阿公 所以阿公不存在 對還錯 錯 阿公只是住的比較遠 代不代表阿公不存在 懂了吧 日本天皇還在不在 在 在哪裡 請往右邊看 這有兩幅圖 上禮拜更新的 各位看清楚 上面有寫什麼 日暑 隔壁呢 美戰 日暑什麼意思 這四個字代表 台灣現在國際地位的真相 目前的狀態就是 日暑美戰 好 日暑可不可以想 屬日本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講日暑是屬日本 台灣屬日本的 可不可以講屬日本 只有講一半而已 台灣是屬於美國佔領 你也只講對一半 所以 你要回頭過來 這上面他已經告訴你了 台灣 這個 透過下關條約 也就是中國講的 馬關條約 已經由大清帝國的皇帝 已經永久割讓給日本天皇 那這張圖的地點在哪裡 在現在日本本州島的東京 皇居 皇帝所居住的地方 也就是日本天皇的居住的地方 叫皇居 這個地方叫做二重橋 兩座橋 搭建起來叫二重橋 遠端這個地方 現在紅點點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天皇住的地方 有沒有 皇宮在這裡 每年10月23號 也就是現在平成天皇陛下 生日 我們台灣民政府 目前已經 去祝壽 已經六次 今年再去就七次了 已經七次到那邊 向天皇祝壽 那隔壁這個是誰 有沒有不認識他的請舉手 這位是誰 哪一位 美國總統叫什麼名字 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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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下午 我有看到電視 有個定網的廣告 把它抬出來 就是線上遊戲 把川普拿出來當廣告 但是他名字寫錯了 他寫酸普 酸辣湯的酸 為什麼 他不敢直接寫 因為寫會不會有事情 可不可以寫川普 所以名字不要隨便去冒用人家 國家名字可不可以冒用 中華民國 可不可以拿去國外用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中華民國可不可以拿去外面用 不行喔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什麼 太快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 怎麼會大陸 好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一起唸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簡稱中國 都是什麼 中國 今天我看到那個新聞 很好笑 時代力量一堆年輕人把它圍起來 他說什麼 一個中國已經成為過去 各位 一個中國是不是世界共識 是還不是 是還不是 一個中國哪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請你寫下來 我們思想裡面還有一個很毒的毒 有共產中國跟自由中國 我們是自由中國 他們是共產中國 對還錯 錯 剛剛一開始講 是已經跟各位講 台灣是美國軍事佔領地 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是流亡政府 不是台灣 有沒有寫下來 寫下來 同時有沒有記下來 很重要的概念 根本於哪裡 請你順便寫 也就是初級班兩個重點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第二個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這兩點一定要寫下來 什麼占領 軍事占領 不得移轉 所有權主權的轉移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不可以就地合法 也就是 中華民國流亡到 台灣的台北市 他可不可以在這裡建立中華民國 可不可以用台灣的名字建立新的國家 不行 各位想想想看我們去租房子 住住住 一年過去了 兩年過去了 住到孫子都出生了 房東的房子突然變成 改你的名字 合不合法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對啊 那流亡的中華民國 流亡來到 美國軍事占領地的 台灣台北市 可不可以用台灣的名字 建立新的國家 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所有全是誰 日本天皇 軍事占領全是誰 美國總統 兩個那麼大的大人在那裡 你可不可以說我看不到 我沒看到阿公 所以我孫子最大 我孫子最大 我沒有看到爺爺 所以我出門在外都跟人家講 這棟房子是我的 出去外面會不會被人家笑 會不會 出去外面會不會被人家笑 房子是我孫子的 我沒看到爺爺啊 所以是我的 房子是我的 可不可以這樣子 不行啊 法律上是誰的 我房子就是我爺爺的 不是我的 同樣的 住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台灣人 可不可以跟人家講說 台灣就是台灣人的台灣 想想看 可不可以 不可以 那剛剛有沒有記得 有沒有想到 剛剛在講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時候 為什麼有人舉手 舉手的你想想看 我講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我講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憑什麼 台灣人憑什麼 講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因為住在這裡嗎 你的台灣所有權狀我看一下 有沒有這張 它上面有沒有寫台灣人 有沒有 它底下有很多條文 我們看一下 有講到台灣 台灣全島附屬島嶼 澎湖 它有哪裡 遼東半島 名字叫什麼 鳳田 遼東半島就是鳳田 下官條約裡面 親帝國的皇帝 把這三個地方 透過條約 永遠割讓 給誰 日本天皇 為什麼要割讓 日本帝國跟親帝國 因為朝鮮半島的問題 打仗 誰打勝仗 誰打勝仗 日本天皇打勝仗 親帝國的皇帝什麼 投降 投降怎麼辦 要不要賠 要賠款 錢不過賠怎麼辦 割地 回到重要的概念 在18 18 1830年 這個時代 已經過去了 取而代之是什麼 世界各國 由於 長年受到 戰爭的 恐怖的 摧殘 建立起一個 國際法的概念 就是什麼 萬國公法 它起源於 自然法 就像我們身體 我們身體 是不是有內臟 是不是有腦 有大腦 有心臟 有胃 有腸 各位 我問一下 我們的大腦 可不可以割給人家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對 腦袋不可以挖出來 挖出來怎麼樣 是不是會死掉 好再來 心臟可不可以 內臟 不行了 身體要正常運作 基本上你要保全 爸爸媽媽生給你的 天賦不可割讓的 自然權利 就是自然法則 重要的原則 那很簡單 土地也是一樣 國家土地也是一樣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好像我們的內臟大腦一樣 可不可以隨便割給人家 別人可不可以來拿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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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帥哥 美女 然後很漂亮 很莊嚴 然後我就 把你身上的器官摘起來 可不可以 不可以 這叫什麼 強盜土匪 還有什麼 犯了殺人罪 那國家跟國家之間 可不可以這樣子 我看到這片土地 很有錢 我就把 101大樓拿起來 把紐約雙子新大樓拿起來 把帝國大廈拿下來 可不可以 不行 這叫侵略 這個你先不要講 因為日本是不是侵略 因為 同理 我現在請 你現在剛剛講的 學員 你講這個是 中國殖民政權 留下來的 因為 日本帝國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他是有一個國際組織 叫做國際聯盟 由51個國家所組成的 國際組織 就像現在聯合國 當時國際組織裡面 國際聯盟裡面 全世界軍事武力最強的國家是誰 眼睛閉起來 這個很重要的概念 眼睛閉起來 我問各位 你印象當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軍事武力最強的是 美國的請舉手 請放下 英國的請舉手 美國的請舉手 日本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好 眼睛睜開來 既然你知道 日本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軍事武力第一強的國家 好 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軍事武力最強的是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國家 美國隊 那世界的國際組織叫什麼名字 聯合國 是不是有個安理會 國際聯盟 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巴黎合約簽訂了之後 同樣有個國際組織叫什麼 國際聯盟 是不是有個維和部隊 有沒有聽過維和部隊 有還是沒有 沒聽過維和部隊的請舉手 維持和平的部隊 沒聽過請舉手 請放下 美國 美國 是不是現在聯合國指定的維和部隊 是還不是 好 剛剛講到日本侵略中國 那好了 就這個角度 現在 美國到 伊拉克到 阿富汗 甚至到敘利亞 我們可不可以講 美國侵略阿富汗 美國侵略伊拉克 美國侵略 敘利亞 因為他帶軍隊去阿 這樣對不對 懂了吧 第一次世界大戰 因為日本他是 軍事武力第一強的 國際聯盟當然授權他 維持和平 到哪裡維持和平 中國 為什麼中國需要維和 各位你想想看你所讀的書 是不是有北伐 為什麼要北伐 因為有軍閥 吳佩甫、孫傳芳、張作霖 有沒有 有 中國是不是一團亂 後來 到二戰之前 分裂成四個團體 在南京政府叫做 汪精衛、汪兆明 他是由孫文、孫逸仙、孫中南傳承下去 給他 正確 這個是正確的一個 中華民國政府 在南京 由汪兆明、汪精衛傳承 另外兩個叛亂組織請你寫下來 很重要的概念 蔣介石 叛亂集團在重慶 他名字叫國民政府 國民黨政府 在重慶 你用圖畫下來 重慶他是叛亂組織 再來另外一個 在延安 共產黨 對 毛澤東所領導的延安政府 再來是哪一個 也就是 是 清帝國 在 中華民國建立之後 他回到他的 發源地、發起地 也就是奉天、遼東半島 也就是現在我們講的 東北 他建立起新的國家 叫做什麼名字 滿洲國 各位 滿洲國合法還不合法 這是你講的 也是中國殖民政權講的 錯 不過 根據萬國公法 滿洲國的建立是符合萬國公法 奉天、東北 是清帝國的發起地、發源地 根據萬國公法 他可以建立起新的國家 懂意思嗎 當時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滿洲國有 全世界有五十一個國家 有二十三個國家 跟滿洲國有正式的邦交關係 在什麼時候 1932年 各位我們在課堂上 在學校上 有沒有讀到 有 給他灌什麼名稱 魏滿洲國 叛亂團體 他對正統的 一概是什麼 嗤之以鼻 那是假的啦 台灣民政府 詐騙集團 假的啦 誰是真 誰是假 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如果是真的 請問你的證件為什麼 進不去聯合國 為什麼台灣民政府的 身份證 可以進出聯合國 大樓 可以拿到很多 紀念品 2015年的蔡小姐 在9月份 只是要進去 瑞士日內瓦 聯合國總部 只是要買一個 馬克杯 買不到 他說我 曾經進去過 為什麼我現在進不去 很簡單 2009年 美國的 法院 高等法院 已經宣判了 2006年 十二十四日 台灣民政府 Dr. Roger Sexton 帶著228名的 本土攤人 去控告美國政府 拿兩個標的 台灣 國際地位 跟台灣人權 保護為 訴求 美國政府 他所 根據的什麼 美國憲法 美國憲法 保障什麼 人權 軍事佔領地上的人民 有沒有人權 沒有 為什麼沒有 被蓋住了 被壓制了 因為佔領者的傲慢 同盟國的 囂張 他一直壓著 透過白色恐怖 透過228 透過清香 讓 軍事佔領地 的日本台灣人 長年來 至今已經七十多年 不敢講 甚至是表達說 我是日本台灣人 我的 本來的國家是 大日本帝國 我要效忠日本天皇 連這個都不敢講 而且以這個為恥辱 因為什麼 徹底被洗腦 我們的身分搞不清楚 到底我是中國人 還是台灣人 搞不清楚啊 你會認為說 我的祖先是中國來的 唐山來的 說我應該要回歸祖國 回歸中國 對還錯 除非你是1949年 十月份左右 流亡來台灣的 沒有錯 你的祖先是中國 但是二戰後呢 原本你的祖先 都住在台灣了 1945年9月2號之前 你的祖先 已經住在這裡了 你就是日本人 懂意思嗎 重點在這裡 我們的身分是誰 不要透過教科書 你要去找 根據法理去找你的答案 不要根據教科書 教科書是什麼 學校教科書就是讓你 讀一讀 他很好管理 管理我們 因為那個觀念 你們大家都認為 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們比較好管 如果跟你講說 台灣是軍事佔領地 我們只是美國 總統底下的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會 透過台灣關係法的架構 叫我們來幫他們做事 我們名字叫台灣當局 可是我們常常騙你說 我們叫台灣政府 我們現在領導人叫蔡英文 上一任叫馬英九先生 這樣觀念懂了吧 現在我們看到台面上的 他是在台灣關係法架構下 台灣當局 而且這個台灣當局 從哪裡來 在海牙的法院 南海爭議 南海問題的官司裡面 海牙的法院已經給了 台灣當局一個 英文名稱叫什麼 台灣Associety of China 從中國來的 台灣當局 就好像一個 Sales 他是從中國來的 但是他被誰 請來當員工 美國 幫他做什麼 管理台灣 因為目前台灣就是沒有正常化 所以什麼 由 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務會 透過台灣關係法 請了 來自 中國的 當局 這個體制是 流亡中華民國 來什麼 管理台灣 聽懂嗎 但是軍事佔領地上的人呢 他的問題有沒有解決 有沒有解決 只是解決了 流亡來的中國人 那 軍事佔領地上的 日本台灣人 他的問題有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怎麼辦 要告誰 告中華民國 還是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不是 要告誰 征服者 征服者是誰 美國 所以大家記得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美國 為什麼現在是川普 告訴各位 美國是 主要佔領全國 根據什麼 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個奉天 各位 下關條約的奉天 因為在萬國公法 它屬於 親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寫下來剛剛我們講的 就好像我們腦袋 腦筋裡面那個大腦小腦 可不可以割給人家 奉天就是親帝國的大腦 可不可以割給人家 不行 所以日本天皇 他遵守萬國公法 也就是日本帝國的憲法 他一樣也是遵守萬國公法 奉天這個地方 日本天皇就透過造書 將奉天 割還給誰 親帝國皇帝 透過一個條約叫做 遼南返環條約 請你寫下來 網路上自己去查 時間的關係 遼東的遼 南部的南 返環 返就是 當你除那個返有沒有 寫一個返底下一個錯 返 返給你的返 返環 條約 你自己去查就好 時間的關係 奉天 再來拿兩個地方 台灣全島跟附屬各島嶼 再來是什麼 澎湖列島 這邊看到台灣全島 問題在這裡 全島 但是那時候 是不是全島都是親帝國的 不是 所以這個問題很大 就是遼東半島問題 再來是台灣全島問題 留了兩個爛攤子給誰 日本天皇解決 戰爭法裡面 台灣民政府的全民 順便寫下來 我們就這裡看到 這是擱讓的地方 台灣澎湖列島 台灣民政府前面的台灣 台灣 就是軍事佔領地的範圍 哪裡 台灣 澎湖列島 後面呢 美國民政府 為什麼是美國 主要佔領全國征服者是美國 根據舊金章和平條約 23條的A款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這兩個地方 在什麼時候 進行交接 因為這個 已經割還給親帝國皇帝 剩下這兩個地方 下關條約什麼時候簽訂 請你寫下來 1895年 4月17號 簽訂 什麼時候生效 5月8號 什麼時候開始交歌 6月2號 沒有聽清楚沒關係 待會兒告訴你 怎麼樣去找影片 影片再聽個1萬次 影片都不會跳針 時間的關係 我不會再重講了 OK 1895年 4月17號簽訂 5月8號 生效 6月2號 進行交歌 在哪裡交歌 在台灣的外海 一艘船叫做橫濱丸 上面有兩個人 主要代表人物 華山之際 台灣總督府 第一任總督 跟誰 李鴻章的兒子 李金方 在前面就有了 在6月2號 中午12點30分 在橫濱丸 這台船上面 進行交歌 注意看喔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是兩個 國家的法人 也就是代表國家 最高的授權人 最高的授權人 是誰 皇帝跟皇帝 看清楚底下 大清帝國大皇帝 授權給誰 他自己有寫 特檢 什麼意思 授權 授權誰 寫很多 大清帝國 李鴻章的人 有沒有很多 相信很多 都同名同姓 叫李鴻章 簡單例子 我相信各位 在電視上看過 叫李登輝的 是不是很多人 對 一樣 所以這條約 一定要精確定 因為到底是誰 所以把他 職稱 寫得很長 代表李鴻章 是哪一個人 再來呢 第二個 是誰 大清帝國 傾差全權大臣 二秉頂代前初始大臣 誰 李金方 請看清楚 李金方的方 怎麼寫 方向的方 請你不要寫方向記 那個方 不要寫錯字 李鴻章 跟李金方 是清帝國的皇帝 授權這兩個人 到日本的下官簽訂 日清講和條約 他正確的名稱叫 日清講和條約 在哪裡欠 日本的本州島的下官 這個地方簽訂了 日清講和條約 日本天皇授權誰 授權在這裡 特檢就是授權的意思 授權大日本立國全權辦理大臣 內閣總理大臣 從二勳一等伯爵誰 伊藤博文 也就是內閣總理大臣 這裡有寫的 日本帝國的 內閣總理大臣 伊藤博文 再來是 另外一個是誰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 外務大臣 看到喔 是誰 也就是一般國家講的外交部長 但是帝國皇帝 日本天皇底下是誰 臣民 所以什麼 外務大臣 叫什麼名字 陸奧中光 所以看清楚喔 授權跟被授權者 所以在法理上有很重要的概念 沒有授權的事情不要做 沒有授權的東西不要拿 很重要的一點 擺在桌上的任何東西 沒有授權 你可不可以拿 可不可以 對 就像講師現在拿麥克風 跟簡報筆 是這個時段 講課時間我可以拿 我沒有上課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拿著麥克風 跟簡報筆在這邊上課 可不可以 不行 有授權才可以做事 一樣 條約簽訂 一樣 有授權者跟被授權者 好 我們看到這裡了 好 先看到這裡 台灣全島跟附屬島嶼 在6月2號 189年6月2號 進行交割 由華山之際跟李金方 李金方在這裡 為什麼找華山之際 因為他是台灣總督府的第一任總督 由日本天皇指派 所以華山之際是台灣總督府第一任總督 在哪裡 台北市 各位你在凱道上看的 他不是總統府 他是日本帝國總督府 只是現在裡面做的人是 流亡中華民國的領導人 要清楚喔 你想一下 換個角度 如果美國的白宮 被征服者有一個國家去征服的 坐在白宮裡面 假設是現在是蔡英文 好 可不可以把它叫做總統府 為什麼 因為他是白宮 White House 你可不可以把它變成總統府 不行 他名字就叫白宮 凱道上面那一棟建築物就叫台灣總督府 裡面坐的是誰 佔領著 美國的好朋友 流亡中華民國 把他請來當員工 當Sales 當Agent 一個代表 這是美國授權他 請他代為管理台灣 他叫什麼 台灣當局領導人 請你寫清楚 寫下來 台灣當局領導人 台灣沒有總統喔 請你寫好 台灣沒有總統 剛剛一開始跟各位講了 台灣是美國軍事佔領地 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他不是台灣 台灣 調味上已經很清楚告訴大家 這個所有權已經交給誰 交給誰 甲方 戰敗者 交給戰勝者 誰 日本天皇 下官調味 還沒那麼快 所以這裡有寫 台灣跟澎湖 那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子 因為戰敗 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號投降 像誰投降 美國 這個原因在哪裡 因為在1941年12月7號 發生一件大事 日本帝國 正式開了飛機到哪裡 珍珠港都知道啊 偷襲還是棋襲 大家都讀偷襲對不對 對 我也讀偷襲 其實沒有 日本帝國它是根據戰爭法 1941年12月7號幾點幾分 打了電報 打給 美國 打了電報過去 正式向美國宣戰 美國收到電報什麼時候 不會有啊 收到電報 人家飛機已經炸過來了 奇襲 有收到電報啊 可是電報 送到辦公室的時候 珍珠港已經爆了 真的有宣戰 而且是守 國際戰爭法正式宣戰 宣戰 然後 被攻擊的國家 誰 美國 美國總統當時是誰 1941年12月7號 打過去 隔天12月8號 誰在國會演講 羅斯福 羅斯福大家有沒有記得 他有小麻痺 他腳有點怪怪的 他就在美國國會演講 昨天是我們遲入的日子 感覺到很邪惡 因為有一個國家 打我們 那一個國家 大日本帝國 Emperor of Japan 國會演講完之後 美國總統宣戰嗎 是還不是 美國國會正式決議 向日本帝國宣戰 12月8號 請你記下來 1941年12月8號 正式宣戰 宣戰人是誰 美國國會 美國國會 隔天 12月9號 好好笑 有個人 躲在重慶 那個人是誰 蔣中正 他是擔任 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長 他上面有沒有大人 國民政府有沒有主席 有沒有主席大還是 行政院長大 主席啊 主席是誰 林生 台北市有個林生北路 這樣很好記 國民政府是林生 是國民政府的領導人 蔣中正子是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可不可以宣戰 主席比較大還是行政院長比較大 這個文件在哪裡 各位你到中青青春 台灣省政府裡面 進去有個表框 進去左轉什麼 進去一個轉角 秘書長以前在教室裡面有講過 那個表框 還有那個文件 國民政府宣戰 民國幾年 然後十二月八號 九號 寫在上面 然後一整排 國民政府主席林生 然後往左邊數 一個兩個行政院長 蔣中正 行政院長比較大 是嗎 大家看一下 好 那個 宣戰之後 1941年 12月7號 齊襲珍珠港 12月8號 美國國會宣戰 然後呢 到什麼時候 1945年的 8月6號 發生什麼事情 丟什麼 手榴彈 原子彈 叫什麼名字 什麼胖子啊 小男孩 對不對 那個都OK啦 反正就丟了 一起跟廣島 86號一顆 89號一顆 然後呢 這兩顆原子彈 發生什麼 震撼的結果 日本天皇發現 在日本本島 人間蒸發 四十萬人民 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 然後原子彈打下去 桌子房子 通通都不見了 連長海都找不到 這個叫人間蒸發 有沒有看過原子彈爆炸 通通都不見 日本天皇有沒有投降 有 只有這兩顆 讓日本天皇投降 在1945年的 8月15號 正式向 盟軍 也就是美國總統 是誰 杜魯門 投降 杜魯門一直傳承 艾森豪一直底下傳承 到雷根 跟後來什麼 一直到現在是誰 川普 征服者 從杜魯門 開始到現在的川普 代表誰 征服者 這個banner 幫助各位了解 現在台灣這邊 土地上 有兩種人 請你寫下來 征服者 跟被征服者 占領方 跟被占領方 有沒有寫 還是這土地上有男人跟女人 趕快寫 趕快寫 征服者 跟被征服者 占領方 跟被占領方 這是真實的情況 而不是現在政治台灣 國平動 民進動 然後時代力量 那個是政治台灣 流亡中國人的家務事 是不是占領地上的事物 不是 那不是我們家裡的事物 流亡來的中國人 我問各位 流浪和家裡的事情 是我們 當地收留所人的事情 你想清楚就好了 流浪來的人 我們有一間房子給他住 但這房子不是他的 懂意思嗎 聽懂沒 流亡中國人 在台北市 那只是美國人 請他 當台灣的管理的一個單位 叫做台灣當局 流浪和他帶著一家老小 在房間裡面吵架 我們要不要撞破門 跑進去參加 要不要 要不要 流浪和 帶著流浪的太太 還有小孩子 在家裡吵架 他在房間吵架 然後我們是房間外面的 房東的孩子 我們要不要去進去參加投票 要不要 要不要 我們是流浪漢嗎 我們是不是 不是啊 那我們為什麼要進去流浪漢 房間 把他撞破 然後進去跟他們一起吵 民進黨 國民黨 然後時代力量 都不要吵了 我進來幫忙 而且還選上當總統 有沒有好笑 你是佔領地上的人 還是流浪的中國人 有聽清楚吧 政治電力痛苦就是在這裡來的 跑進去管人家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 是不是我們家的事情 不是啊 我們要回復到 軍事佔領地 戰爭法的架構 戰爭的事情都還沒解決 你跑到人家的房間裡面去 跟人家亂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現在告訴大家就是 各位 這土地上有政治台灣 跟法理台灣 你要回到法理台灣 把軍事佔領地上的事情 搞清楚 流亡的中華民國 他已經跟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已經跟什麼 有沒有要打仗 有沒有要打仗 沒有了 你有沒有看到 洪秀柱 連戰 宋楚瑜 通通跑去跟習近平握手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的請舉手 請舉手 你有看到的請舉手 都有啊 連戰 宋楚瑜 洪秀柱 都過去跟馬英九這樣子 跟習近平這樣子 有沒有要打仗 流亡的中國人 有沒有要回去打國公內戰 有沒有 沒有啊 所以郝伯春 還有一些退入將領 當然回去講 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 各位 台灣民政府是紅軍還是藍軍還是綠軍 都不是 台灣軍 今天寫下來 台灣民政府是台灣軍 不是紅軍 也不是綠軍 也不是藍軍 也不是藍軍 不要歸類成黨派 台灣民政府是戰爭法架構下 由人民所組成的 Civil Governance 根據戰爭法 而不是政治台灣的黨派 流亡黨派的內鬥 什麼流亡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 流亡中華民國的民主進步黨 流亡中華民國的時代力量 都是哪個體制 流亡中華民國的憲法 流亡中華民國的憲法 有沒有提到台灣澎湖的主權 沒有 台灣主權要回復到哪一個架構 下官條約跟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架構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第一條B款 只是把日本天皇管理國家的事情 把它留起來 而把管理國家大事交給誰 交給由戰爭法架構下 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就像我們現在所了解的安倍晉三 他領導是什麼 日本政府 他的性質是什麼 由日本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有沒有聽懂 跟戰爭前的帝國政府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因為1945年8月15號 日本天皇戰敗投降之後 在1945年的9月2號 大概上禮拜 9月2號 派的代表誰 崇光奎 在日本東京的秘書裡建 那是美軍的軍艦上 參加誰 麥克拉社所舉辦的 簽投降文書的大會 簽了 簽什麼 降服文書 也就是投降書 1945年9月2號 那在1945年4月1號 就是在8月15號之前 也是戰爭的狀態之下 1945年的4月1號 已經由日本天皇頒布行憲造書 把台灣這個土地上 頒布大日本帝國實施在土地上 成為萬國公法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他拿到台灣的所有權狀是 1895年4月17號 在1937年4月1號 透過黃明華 黃明華是什麼意思 童話教育 各位 日本天皇拿到台灣的所有權之後 拿到台灣的所有權狀 當地的人會不會講日本話 我拿到的所有人都會馬上會講日本話 會不會 不會 不會怎麼辦 是不是要透過教育 教育 教育什麼 寫日文 講日本話 聽懂 都會了 日本天皇實施 日本帝國的憲法的時候 包括法律 每個人看得懂嗎 一定看得懂 為什麼 都學日文看得懂 日本話都聽得懂 要守法 要管 好不好管 比較好管 所以在1945年4月1號 實施帝國憲法之後 在台灣土地上的人 開始擁有參政權 參戰權 可以參加戰爭 也不叫火防兵 也不叫軍夫 也不叫軍夫 不叫軍夫 不叫軍夫 1945年4月1號 開始 變成什麼 日本的 黃軍 就是皇帝 日本天皇底下的軍隊叫黃軍 可以參加國家戰爭 可以參加國家戰爭 所以呢 台灣人嗎 中國人 要不然就是效忠 中華民國的中國人 效忠中華民國的台灣人有沒有 有很少 但是那些台籍 日本兵 去打國共內戰 有沒有放在忠烈池啊 有還是沒有 沒有耶 為什麼 台籍日本兵 死掉 可以放在中國人的忠烈池嗎 除非是 頭比較破掉 我們自己的公馬拆啊 我們的祖先牌位 會不會去把 別人家的祖先拿來一起拜啊 會不會 同樣的道理 忠烈池它只是中國人的 拜的烈士 紀念的 牌位 那為什麼 日本的禁國神社 有台灣的 烈士的牌位 到現在還在供奉 誰設的 明治天皇設立的 禁國神社 就是因為台灣 已經實施 日本帝國的憲法 日本天皇已經把 台灣澎湖 當成自己的 身體的一部分了 也就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隔讓 那麼戰敗 台灣會不會變成中華民國的 會不會 會還是不會 不會啊 已經成為身體的部分了 會不會 不會 不會 打敗仗被 美國總統 政府了 會不會變成 美國的五十一州 會不會 不會啊 重要的概念就是 美國國會 在第二次世界 世界炸戰之後 已經決意 不再增加海外領土 所以各位 你看到 美國國旗有幾顆心 幾顆 五十顆 會不會變成五十一顆 不會 這事情發生過很多次了 最有資格的是哪一個地方 在1898年西班牙跟美國戰爭 為什麼會戰爭 有欠款 這講到很奧妙的部分 美國跟 他在 獨立建國之前 他跟英國中祖國也借了一筆款項 這筆款項有沒有還 沒有還 所以打了獨立戰爭 誰領導的 華盛頓領導 打贏之後 他有沒有還這筆錢 不用還 再來後來跟誰借 荷蘭 跟西班牙借 後來都打腎臟 荷蘭 美國跟荷蘭借 美國跟西班牙借的錢 有沒有還 不用還 打腎臟就不用還 所以現在有一個國家 皮要繃緊一點 各位 美國現在外在 跟哪一個國家 借很多錢 哪個國家 哪個國家 哪個國家叫做大陸 來請問一下 哪個國家叫大陸 講得好大聲喔 大陸 來請問一下哪一個國家叫大陸 為什麼自己會翻譯咧 有問題喔 來我們看一下簡報 好好笑在後面喔 來 內葉在這裡 內葉在這裡 剛剛繼續講一下 內葉寫什麼 Republic China 你可不可以貼貼紙啊 台灣國 然後貼貼紙 你乾脆連頭像也貼貼紙啊 美少女戰士 好不好 你貼貼紙乾脆整張你都貼 好不好 不能貼的 你只要貼貼紙這樣去 上去變成什麼 偽造文書 馬上被人家驅離 驅逐出境 會不會吃官司 偽造文件會不會吃官司 有沒有犯法 你可不可以貼貼紙啊 很多人在網路上講話都不負責任 你講了會不會留下痕跡 會 所以各位 學員 童心 你只要在網路上有看到 其他 污衊台灣民政府的文字 語言 講話的聲音 包括圖像 歡迎把它記錄起來 好不好 把它留下來 為什麼 以後再慢慢算 你盡量講沒關係 我們都有在記錄 你貼貼紙上去 偽造文書 所以呢 這個證件上 你看到 有沒有寫台灣 有沒有 所以這個 這個證件叫什麼 流亡中華民國的護照 可不可以講護照 其實是旅行文件 護照是主權 享有主權的國家 才能夠叫做passport 才能講護照 流亡中華民國 它是不是正常國家 不是 所以 不能使用護照兩個字 它只能講 旅行的證明文件 OK 這個叫 林美華 看到沒 巴基斯坦阿富汗 不承認 這後面看了什麼 叫台灣新護照 上面有寫台灣嗎 所以這有時候 我們大家會不禁懷疑 這些報導記者 你有讀書嗎 民政明明什麼 中華民國人怎麼不講呢 不承認台灣新護照 上面有寫台灣嗎 聯合國發言人 已經不承認中華民國護照 很顯然的一個事實 OK 看這裡 考考你們 美利堅合眾國 簡稱什麼 美國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德國 大韓民國 韓國 那中華民國 你們發現 問題在哪裡 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自動 假老 翻譯成大陸 看到中國自己翻譯成大陸 就好像看到中華民國自己翻譯成台灣一樣 有沒有假老 有沒有 你還 你還成為幫兇耶 中華民國 就地合法 叫做台灣 你是不是幫兇 所以要不要改 你看到中國自己改成大陸 那請問一下你講大陸的人 你的身分是誰 中國人 所以你才會講大陸 但是國際上來講 那個國家 他明明就有正式的名字 你為什麼要幫他改名字 就像馬英九 你為什麼叫他小馬 為什麼叫他小馬 因為你跟他是一家人 一家人 同一家人嘛 所以你叫小馬 小城 是不是自己人 你講大陸 那是不是有海外 有內地 就外陸 外島 那是不是一家人 是不是有一個源頭 那個源頭叫中國 你講大陸的時候 你是不是承認你是中國人 絕對是 你講的話裡面有玄機 人家透過這個線索就可以判定 你是什麼人 懂意思吧 你要恢復正常 因為我們很多的用詞 不正常 所以要追求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包括我們講的用詞 也要正常化 好不好 一起來努力喔 不要再講這個錯誤 好笑的事情 看到沒 中華民國護照 進不去哪裡 理由怎麼樣 不是令人痛心 是因為 非法 中華民國 他是現在什麼狀態 有沒有看到右邊那張圖 是不是殭屍 是不是從墳墓裡面爬出來的人 那這個人是死的還是活的 為什麼叫Zombie 殭屍 就是他已經死掉了 他有沒有墓碑 來看一下 這個墓碑在哪裡 現在的南京 出生什麼時候 1912年 什麼時候死掉 1949年 出生地在哪裡 南京 這是墓碑 中華民國現在就是這樣子 你要不要跟他交往 看到殭屍 看到 吸血鬼 你會不會跟他交朋友 會不會 所以很多國家跟他斷交 那斷交是不是跟台灣斷交 是還不是 看清楚 中華民國 殭屍 所以跟他斷交 不是跟台灣斷交 澳門 他一個叫丁崇 這個是神父 他是美國人 怎麼會變台灣人 那台灣人好 正式成為台灣人 那這個身份證有寫台灣嗎 自由時報 身份證送到追思會 丁崇雲神父 正式成為台灣人 有沒有寫台灣身份證 有沒有 戰爭法的內容 來請你寫一下 當然根據自然法 萬國公法 戰爭法的內容底下 戰爭慣例代理法 國際條約 裡面包含 海牙第四公約 日內瓦公約 紅十字總會章程 有關戰爭法的部分 再來是什麼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 還有哪裡 美國陸軍總署也佔首冊 戰爭法不是一整本 是散落在各地 把它整理起來 是戰爭法的一個架構 法律位階 要建立起重要的概念 自然法 像日月星辰的變換 自然現象的變化 生老病死 都是自然法的部分 神聖不可分 各位領土不可以割讓 只有什麼領土可以割讓 殖民地跟拓殖地 就像各位 我麥克風可不可以交給別人 可不可以 等一下 那明天下一節講 包括我課獎完了 掰著 這麥克風是我的 是還不是 不是 可不可以交給別人 這個就是殖民地 懂意思嗎 我只擁有什麼 使用權 我沒有所有權 所以什麼 可以割讓 台灣澎湖一樣 是清帝國的殖民地 因為它只有中央山脈以西 六個屯肯區 中央山脈以東是誰 高山 民主 也就是高沙 現在人家講的原住民 那三萬九千六百年前 跟平地的台灣人 都一直住在這裡 外來的殖民的 清帝國的人 只是外來政權 把這裡當成殖民地 打敗仗了 把殖民地的使用權利 交出來 交給誰 日本天皇 懂意思吧 殖民地可以割讓 拓殖地可以割讓 但是 中央山脈以東 這個事情 在什麼時候開始發現 1905年 日本地國台灣總督府這邊 召開了一個國際會議 他請了美國代表 詢問他 因為我們之前 相關條約奉天 遼東半島 發生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請了 美國來的一個代表 他問說 中央山脈以東 到底是不是國家 那後來 這個美國的代表 怎麼講 他說不是 中央山脈以東 它是什麼 部落形態的聚落 部落 一個村落 有阿美族 泰亞族 布農族 那他們是不是一個國家 不是 所以什麼 你可以透過美國 當時 西征 就是美國西部拓荒的一個經驗 透過戰爭的方式把它納入管轄 所以 日本 天皇他透過 1905年到1915年 十年的時間 把整個台灣山脈 台灣的中央山脈 慢慢移動 慢慢的把它征服 甚至什麼 把天皇的皇族 嫁給高山的住民 也就是我們知道的這些高山民族 給他們什麼 通婚 所以什麼 他跟天皇有 比較密切的血緣關係 叫做皇族 所以 我們看到高山 其實他們的祖先 跟天皇 有一點關係 所以大家記得 OK 好 自然法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是根基於自然法 所以呢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不可以隔安 跟內臟一樣 自然法則 生老病是一樣 國際戰爭法 佔領不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軍事佔領 你不能移轉當地的所有權 佔領了 土地就是我的 不可以 因為有國際戰爭法的制約 那佔領者 佔領久了 會不會永遠佔領 不會 直到 當地佔領地的民政府 可以完全取代的時候 軍事政府的佔領 就可以宣佈結束了 由誰宣佈 美國國會授權給美國總統 正式announce 結束軍事佔領 懂意思嗎 這是戰爭法重要的概念 OK 好 根據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自然法則 簽訂了國際的和平條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簽訂 巴黎合約 那在日清交友戰爭 它簽訂了什麼 日清戰爭 這個就是 下關條約 也就是日清的講和條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世界有五十一個國家 有四十八個國家 國會 通過 為 就金山和平條約 背書 所以簽訂了 就金山和平條約 在哪裡簽訂 美國 出去講契話 所以非族不平庭條約 是不是講契話 所以大家記得 和平條約不能被除 但是有一個條約 無效 哪個條約 中日台北條約 因為日本政府正式跟流亡中華民國斷交 所以這個條約 無效 台北條約無效 你要記得喔 而且它的效力 可不可以超過就金山和平條約 不行 因為就金山和平條約 第一條到第二十七條 它沒有把台灣澎湖的利益 交給中華民國 所以雖然台灣 台北條 就是在中日台北合約裡面 有提到台灣的部分 但是很抱歉 因為以制 以什麼 就金山和平條約為主 台北合約只是 中 流亡在台灣台北的 流亡中國 跟日本簽訂的合約 所以叫做什麼 中日台北合約 所以懂了嗎 OK 這國際條約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比較高一層 最高什麼 自然法則 再來是 最底下是誰 各國的憲法 所以這最底層 所以各國憲法要遵守 國際的和平條約 美國憲法 美國憲法 英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各國的憲法 德國都一樣 通通要遵守 國際的和平條約的內容 OK 什麼宣言這類的 公報 都還排不上 注意一點 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憲法的 國內法 所以台灣關係法 在這裡 它的等級 有沒有高過 究竟讓和平條約 沒有 因為在底下 美國憲法的國內法 台灣關係法 是什麼樣的性質 我們看一下官網 這一段很重要 唸一下 2017、89號的 台民政府公告 一起唸 1978年12月31日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與美國斷交 1979年1月1日 為了延續 美國對台灣佔領地的 什麼 佔領權 特別設置 國際上 唯一的國內法 叫什麼 台灣關係法 藉以什麼 延續 美國的佔領權 所以 台灣關係法 可不可以廢掉 可不可以廢 不能廢 因為它代表 延續 美國的佔領權 懂意思嗎 因為前面這個部分 斷交 所以延續 所以有一個 台灣關係法 來延續這個佔領權 所以在那一天起 就是1月1日 1979年1月1日 那一天開始 台灣領域 為什麼叫台灣領域 就是台灣這個軍事佔領地 只有稱為台灣當局的 這個所謂的政府 來代替美國的軍事政府 也就是延續佔領權的政府 也就是延續佔領權的政府 沒有台灣政府這樣的稱謂 看懂了沒 另外一個 上面這個部分就是 政治台灣 就是台灣當局 再來 2008年2月2日 台灣民政府在美方協助下 藉由2006年10月24日 控訴美國違反 人權案的同時 正式在美國官方監督下 成立了戰爭法下的 什麼 台灣民政府 所以呢 台灣這邊的土地上 目前有兩個 合法的政府 就是哪一個 台灣當局 看清楚喔 台灣當局 不是寫台灣政府喔 台灣當局 所以這檯面上 政治台灣上 政治人物如果講台灣政府 請你大聲的笑他 你只能講台灣當局 台灣Associety 瓜湖 of China 只是一個代表 人家叫你去做事做事 不要一天到晚 跑到檯面上 我們是台灣建護 你只是個Agent而已 代表而已 稱為什麼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的正式名稱只能講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也就是桂冠 上面有個梅花 什麼意思 底下寫總統府 那個總統府在哪裡 南京 離開南京 你就是流亡 你不能講 台灣政府 中間那麼多字 你怎麼不念出來呢 害羞嗎 台灣當局 又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所以簡稱台灣政府 NO 全名叫做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 台北市 所以叫Taiwan authority 在哪個架構 台灣關係法這個架構底下 跟誰 戰爭法架構下的台灣民政府 也就是流亡的中國人 跟 佔領地 日本 台灣人 兩個國家的人 通通通住在台灣土地上 所以有兩個 官方認證的兩個組織 誰 美國 台灣民政府 受邀參加聯合國大會 我們看到官網 因為有 可以開始講了 因為 八點之後 來我們看一下 過了八點了 來 我們看到官網 各位你可以看到你的手機 你可以按到台灣民政府 這個 你可以按Google 搜尋 你看到前面 台灣民政府正式加入聯合國全球的行動平台 你這邊按下去 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沒有 台灣民政府正式加入聯合國全球行動的平台 這個 這個網址你按下去 馬上看得到 來 也就是點到這裡來 這裡 看清楚 這個網頁 來我們點一下 有沒有 來看到底下 這是聯合國 這是誰 這個是誰 聯合國的秘書長叫什麼名字 潘基文 哪一國人 韓國人 看到這裡 這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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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 剛剛這裡是顯示誰 這是網頁 這是網頁啊 這是誰 這是網頁啊 上面是誰 這是白宮 美國政府 底下誰 台灣民政府 講清楚 講清楚 台灣民政府 不要講台灣 你再講一半 喝水 可不可以喝一半 喝一半 然後不要吞下去 你能解渴嗎 所以要清楚 所以要清楚 來 我們看到右手邊 轉過頭去 一起來複習一下 台灣的國際地位 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看到日書 美國總統握有台灣佔領權 所以是寫美戰 誰有責任 美國總統有責任 尋什麼 萬國公法實現台灣地位正常化 所以要重點要記得 這是聯合國行動平台 OK 各位你如果上課 還沒有聽清楚 你可以到YouTube 把它輸入台灣民政府影片 按搜尋 你就可以看到這裡來 然後這裡呢 有個播放清單 按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各期的 那個 好 初級班 你看 從第一堂 這個 到底下 有很多堂 到第七堂 你可以 在這邊輸入 按這個 你先按訂閱 然後訂進去 就到這裡來 我們各 各節的課程在這邊 在這邊 播放清單 底下有 好 OK 時間關係 因為講解很多 其實有很多重點 我們留在下禮拜的高級班 再跟各位一起分享 謝謝各位